放心 都安排妥当了 演员都到齐了吗 也没缺席的 已经派公司专人盯着了 肯定没问题 我的天哪 十一怎么带着方言来了 不是昨天说让你拿下的吗 十一还带着自己的摄影师 不会是昨天微博互动完 今天要现场表白吧 郝英俊 来 给我盯着啊 谢谢大家 你跟我一起走吗 再说两句吧 再说两句吧 发现什么反应 他俩现在有说有笑的 大哥你到哪儿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开机仪式 怎么样 昨天的微博 有没有让你的内心 再次火热起来 何止是火呀 我简直变成了八卦的中心好吗 所以我决定 还是继续安静地当一个 小渺小就好了 小渺小 音匠的光芒可不渺小 我那个微博粉丝啊 要不是你爱他那一下 可能要保持九百九十九 一个世纪了 知己不再多 艺人等足矣 有一种声音 有一个知己 足矣 走吧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好 怎么还有说有笑的 打轻骂俏的那么还 我自己来 怎么还有身体接触呢 施总啊 清清草原了 施总啊 怎么办呢 这你怎么办 胜啊 施总表白 带走你时梦的女人 耿疤疤 你带她来这儿干吗 参加会计仪式 等一下 你带她去哪里 我带她去定妆造型 黑衣演员定什么妆 黑衣演员不需要定妆吗 走 坐下 坐下 除了火灾地震 不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许离开这里 回来再给你解释 那你先去忙吧 好 我问你 搞什么呀 紧张兮兮的 去 说吧 什么意思 这话难道不应该是我问你吗 是你突然拉走芳野 现在回来问我干什么 十一 你没必要跟我装糊涂 昨天你微博 艾特因这样的事情 已经上了热搜 今天你又带着他 出席公开场合 如果被记者拍到 对他有多大影响 你考虑过吗 看见没有 就像你辛苦筹划的 电影开机仪式 如果在电影开机仪式当天 电影里面的情侣 被指出 现实生活中也是情侣 会为你减少出 多少的营销费用 我是不会这样利用他的 那之前呢 是谁利用他牵下我 你是不是应该收敛一下 你的控制运了 芳言不是你的私人物品 你今天以为 我要公开练情对吧 我不是商人 我不会 也不需要用这种事情 来为自己炒作 对芳言 就算我做不到无可挑剔 但至少比你也好 至少我在他身边 我不会利用他 等待 无尽的等待 不在等待中活着 就在等待中死去 石梦他突然把我拽出来干什么 还站稳胸 不会又去找石屹打架了吧 难不成是因为我 开机一时你带他来干什么 这不关你的事 他是我室友 怎么不关我的事 芳言 你再小声 你清醒一点好吧 你不是已经决定 离开他的生活了吗 记住 不要再想他了 啊